广播是将整座停机坪搬进室内 来到位于高雄岡山空军军官学校 校区内的航空教育诊识馆 里头超过40架中美苏国宝机 军机实体机的诊识 令人叹未观止 主要是收纳我们国军处役的飞机为主 一共有46架完整的飞机 那其中有三架模型机 四架是陆军提供给我们飞机 还有六架是从对岸飞过来 2015年开幕这里是全国唯一 也是亚洲第一座悬吊飞机博物馆 这里展示的每架飞机都有着辉煌的历史 像是这架机尾写着雷虎两字 就是空军所引进的第一款喷射式战斗机 英国45年7月21号的时候 我们空军的欧阳一分中尉 就是驾驶这个机型 个人在马祖上空就创下了极落两架 并且极上两架米格时期的记录 另外这架空军绰号鲨鱼机的S2T反潜机 一身海洋迷彩和鲨鱼嘴彩绘 可爱的外表执行起任务却很犀利 从它的那个外形就可以看得出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彩绘 就很明显的海洋气息 它就是在海岸上巡逻 就是专门找这个潜水艇来猎杀的 展示馆内不容错过的 还有这架搭载过私人元首 创下临时时记录的空军一号中美号 一位是总统坐机 光是驾驶舱在当时就配备有五名机组人员 总统私人惯喜室 休息卧铺一应俱全 而坐舱内还必须要有的空间 就是会客室 这边是总统的会议室 或者会客室 如果有重要的会议呢 会把后面的人员召集到前面来 这边做一个开会的动作 或者外兵来访 这边同时也是会客的空间 无论是战斗机 运输机或侦察机 这些平常只有在电影中 才有机会看见的战机 如今就展示在游客面前 他们走过大时代的历史岁月 也默默捍卫家园守护台湾 而除了空军珍贵的军机外 这里也展出各种飞弹武器装备 航空文物 以及飞机结构等航台知识 但最特别的是 来到这里还能体验换装登机的乐趣 好几款帅气的空军服装 任军挑选免费换装 登上真正的战机驾驶舱 这一刻真的很不一样 很特别啊 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一小时候看空军就觉得蛮帅的 除了登上驾驶舱 在岗山还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游客居高临下 看见美丽的风景 岗山之眼是共识第一座天空步道 它已被国际知名旅游杂志 孤独星球选为推荐的观光景点 来到这里呢 你可以感受到居高临下 俯瞰整个阿宫殿水库 平原 甚至是北大午山的美景 视野相当的辽阔 有人甚至以上帝的视角 来形容这样的感受 360度放眼望去 完全没有障碍物跟视野死角 可以饱览大高雄美景 包括阿宫殿水库 高雄地标八五大楼 甚至是寿山 高雄港 通通禁收眼底 占地约1.8公顷的 岗山之眼园区 主要是以高40公尺 长88公尺的天空廊道为主角 采用钢构携张桥的形式设计 竹塔桥是以唯美的提琴乐器 作为设计意象 钢索即位琴弦 走在天空廊道上 微风吹过 仿若演奏着大自然的乐曲 这边很空旷 那个视野很好 然后又很舒服 有名的地标 这边感觉怎么样 很舒服 很棒 我觉得来到这里 参观很不错 很开心 对 因为我本身也是印尼华桥 对 然后我常来到台湾 然后也很喜欢东走西走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片绿绿的 还有玻璃桥 往下看很刺激 没有人挤人的喧嚣 只有令人舒心的辽阔视野 桥面上还有一段12米 强化玻璃步道 站在上面 可以清楚地看见 底下的山景 森林 相当刺激的悬空漫步体验 小朋友觉得很好玩 不过大人们则是 我刚刚有一点可是很恐怖 很好玩 其实它应该面积要再大一点 会更刺激 有没有脚底凉凉的 还好 有点稍微 站在岗山之眼的天空步道 可以看见高雄所有的山水 森林 都会美景 通通萎缩在一幅无边际的风景画中 如同是漫步是漫步云端的视觉饰宴 喜爱游山玩水的您 又怎能错过这样国际级的观光景点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